孙悟空 孙悟空心中颇为不安 但出于对师父唐僧的忠诚与责任 他毅然领头前行 带领大家攀登山峰 然而 就在他们行至半山腰的时候 突然一阵巨大的风暴袭来 狂风呼啸 电闪雷鸣 一切都显得如此凶险 唐僧和其他三位徒弟下的魂不附体 连忙躲进一处煽动避难 而孙悟空却毫不畏惧地站在哪里 试图用自己的法力抵挡风雨 正当孙悟空准备发挥其神通之时 一道异常猛烈的闪电梯下 将他击中 孙悟空身躯一阵 被雷电的距离瞬间击倒在地 身旁的石头被电劈得四分五裂 烟雾弥漫 他的师兄能吓得待在原地 不知所措 然而 就在众人以为他已经无法再起的时候 孙悟空却眨了眨眼睛 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虽然他被雷电击中 但他的身上没有丝毫伤痕 只是看起来有些焦黑 他深吸一口气 漏出了他那灿烂的笑容 安慰其他人说 没事 我没事 这次意外使得孙悟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斗战圣佛 更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战士 他的顽强与不屈精神 在这一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也深深地感染了身边的伙伴们 从此以后 孙悟空与他的师父唐僧及其他三位徒弟继续前行 面对种种艰难险阻 他总是冲在前面 保护着他们免受危险 这场意外不仅没有让他畏缩 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勇敢与坚定 成为了西游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也是一段被传送千古的神话故事